春秋时期有个楚国人叫做吴子虚 当时吴子虚的家人全都被楚平王杀害 吴子虚好不容易逃到吴国 他想靠着吴国来帮自己报仇雪恨 但是当时的吴王辽却不想帮他这个忙 并表示你吴子虚的家仇干我屁事 所以吴子虚就选择辅佐公子光 当年公子光的老爸拒绝登基 所以吴国的王位才会让给了吴王辽 反正现在只要干掉吴王辽 公子光就还是有机会登上宝座 吴子虚只要帮公子光推上宝座 那就能借用吴国的力量报仇雪恨 当年吴子虚从楚国逃到吴国时 在路上遇到一个路人名叫专珠 专珠原本的工作是一名屠夫 吴子虚看他外表高大威武 但是实际上却非常的孝顺 吴子虚觉得他是一个当事奇才 于是就跟他结拜为兄弟 并且认为他将来能够成就大事 吴子虚就这样把专珠介绍给公子光 公子光和专珠说 吴王辽剑阅主制窃取吴国的王位 公子光说服专珠当刺客 并且承诺会善待专珠的家人 专珠这才同意行刺吴王辽 通常王的身边都会有实力坚强的卫兵 正面应当绝对形不同 所以他们就开始调查 吴王辽看能从哪里刺杀 专珠最后发现吴王辽是一个吃货 而且非常喜欢吃烤鱼 所以专珠要刺杀之前要先学会怎么杀鱼 专珠找了所有的烤鱼大师 从抓鱼到养鱼全都要学 并且还学了三个月的烤鱼技巧 有些电影里面的刺客还会伪装成其他的工作 专珠从一个屠夫转直成一名厨师 在这期间专珠也请了鱼剑大师 欧野子打造鱼长剑 鱼长剑虽小但却锋利无比 藏在鱼渡里面刚刚好 后来吴子虚的仇人楚平王过世 吴王辽趁机攻打楚国扩充实力 吴国的精锐都在国外打仗 他们认为此时就是刺杀的最佳时机 公子光在自己的地下室埋伏一群士兵 然后再邀请吴王辽到他家吃烤鱼 他们举办了一个春秋版的鸿门宴 吴王辽也觉得公子光不安好心 但是一听到有烤鱼可以吃就同意赴约 吴王辽怕被人刺杀 所以有自己的一套SOP 吴王辽就派自己的卫兵 从王公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 并且穿着防御加山的铠甲防止刺杀 厨师上菜都必须要全身脱光 保证厨师的身上没有尝力气 当专珠要上菜时也是全身脱光 端鱼的时候还要用膝盖走路 专珠把烤鱼端到吴王辽的桌上 正当吴王辽看着美味的烤鱼时 专珠就拿着藏在鱼肚里的鱼长剑 一下刺穿防御加山的吴王辽 吴王辽被一剑穿心当场身亡 专珠不意外的被身边的护卫剁成肉将 公子光再派出事先埋伏的士兵 把吴王辽的护卫全部解决 并且顺利登基为吴王和驴 和驴遵守诺言善待专珠的儿子 并且帮助吴子虚打下半个楚国 一下子骑身春秋五霸之列 这一切的功劳专珠功不可没 刺客不是只会扣板机而已 还会需要其他的一技之长 虽然吴王辽已经非常的小心 但还是败给专珠的超强毅力 以及专珠超好吃的烤鱼 和驴依照专珠的遗愿 最后把他安葬在第一代吴王的木旁 觉得我讲解不错的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